从台北自由广场出发 上门为来自花林的泰柳哥族人 高喊还我狩猎权 徒步前进 开搭格兰大道 在八月一号原住民族日前 环国原住民族狩猎自救会发起游行 集结上百位泰柳哥族人 来到总统府前提出三项诉求 还给原住民族尊严与文化平等权 恢复狩猎权 并且修正国家公园法 落实共管机制 族人认为 唯有如此 总统蔡英文的道歉才有意义 政府没有去顾励到我们的这个文化跟权力 有时候他们去山上被抓的时候 他们也不知道说我是为什么被抓 道歉不是一个形式化和文字化 我就说你要去完全的落实 我想那个比道歉更好 不管是野动法还是国家公园法还是枪炮的这个法令 能够真正的把它修改把我们的声音能够带到里面来 我们期待新的政府有一个真正的魄力照顾到我们原住民的一个生活 最基本的生活 衍生动物保育法 国家公园法的制定 在在的限制族人行使传统惯袭狩猎的权力 被移送法办的消息层出不穷 族人不解为什么生活习惯 却被政府视为犯罪行为 族人一再呼吁新政府 应尊重原住民族在传统领域的自主权 理解狩猎文化的传承危机 才能表现政府落实原住民族转型正义的诚意 不愿再背负狩猎污名化的罪名 族人呼吁政府保障基本人权 开启更多和政府社会共通的平台 这一天后必要提示采访不到